字幕提供 夏天無緣無故又來到 夏天的時候最好吃一些涼拌 酸酸的食物令人更開心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一個 鮮蝦的越南式粉卷 做法非常簡單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看看怎樣做 材料有越南米籽 這個叫做刺鹽西 在泰國店舖可以很容易買到 唐生菜、青檸、青瓜、韭菜花和蝦仁 第一件事 我們把韭菜花洗乾淨之後 我們用一碗熱水 裡面加點鹽 鹽多一點也不怕 然後我們烤一烤韭菜花 為什麼要加鹽呢 鹽水來烤一些綠色的蔬菜 就可以令到它更加脆 烤一分鐘就可以了 韭菜花已經綠好了 我們仍然保持它非常脆 然後我們就燒熱一個煎餅 然後把蝦仁放進去煎香 然後把蝦仁放進去 然後把一點酒灑進去蝦仁裡 這樣就令到它有點香味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 然後我們預備一個碗 裡面裝著一些熟的水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米紙一張一張浸下去 接著我們就預備其他蔬菜的餡料 其實非常簡單 青瓜我們就把它切成一個幼條 接著我們就卷了 越南米籽浸淋了之後 其實它也蠻脆弱的 所以千萬不要浸太久 第一步我們首先把蝦鋪在上面 然後就可以放韭菜花 然後是青瓜 像芫荽 它的味道也挺濃的 所以就不用加太多 它是為了令它有更爽脆的口感 我們就再包一塊生菜葉 但是為什麼要兩塊生菜葉 因為待會我們包完之後 我將在中間切開 就變成兩塊 好了 接著呢 現在就完成了一塊 就完成了一塊 那基本上這個米卷就完成了 接著呢 你就可以加一個蒜蓉魚露汁 再加一些青檸 然後點來吃 吃之前呢 我們還可以把九層塔葉 放在旁邊 那大家吃的時候呢 就把它摘下來 卷在一起吃 這樣 這個蝦仁越南米卷 就非常適合這個 炎炎夏日去為你解暑 希望大家會喜歡 來吧